周润发大胆谈香港自由受限 网民担忧发歌安全 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看新的联播了 知乎回答笑翻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扩拳 蔡奇蚕食 李强地盘 香港著名影星周润发 获韩国釜山电影企颁发亚洲电影人奖 在五日举行的记者会上 他罕见谈到 香港自97年被中共接管后 影视自由受限 周润发还赞韩国电影题材很广阔 创作自由多大 很多题材都让他觉得惊讶 哇 他们都够胆拍这些 而相比之下 香港电影在自由表达方面增加了很多限制 令香港电影人处境艰难 他用英语说 一九九七年后 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令 这很重要 否则就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拍片 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庞大 所以我们试图找到某种解决办法 以维持生计 但他仍说 将尽力创作出展示香港精神的电影 周润发还提到 对于外界 盛传他患重病 甚至死亡等传闻 他没有太在意 活在当下才最重要 把生死看得很淡 他坦言 我不怕变老 也没什么害怕的事 这就是人生 有生就有死 对于早前传出的 死后裸捐所有身家的传闻 周润发幽默表示 不是我要捐 是我老婆决定的 我也不想捐 都是我辛苦赚的钱 接着他又说 反正人来到市场时 什么都没带来 走的时候没带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 当问其其最经典的三部作品 周润发认为是《英雄本色》 《蝶雪双雄》和《卧虎藏龙》 韩联社称 此次电影节期间 将特别放映周润发的代表作《英雄本色》和《卧虎藏龙》 以及他的新作《别叫我赌神》 电影节还策划了题为周润发的《英雄本色》项目 回顾周润发的电影生涯 据《美国之音》报道 近年来 香港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电影内容的法律法规 香港政府2021年发布指引 要求审查电影时增加国家安全的考量 在微博上 周润发的言论得到很多网民的赞同 审查确实让国产片创作受处 被影响的不止香港地区 内地电影创作也是不敢拍 不能拍 拍了上不了 上了要删浅 发歌还是敢发言 周润发2014年曾对香港的雨伞运动表达过支持 据报 他因此上了中共政府的黑名单 2019年 香港反送中运动高潮之期 周润发被拍到一身黑衣慢跑 被猜测 变相对抗议表达支持 有些人则担心周润发的安全 在美国之音X平台上的相关视频下 有人留言担心周润发的安全 一位网友写道 发歌也反了 当心中共以伤害民族感情口袋最伺候 另一位网友写道 发歌回家要小心了 还有一位代号为JYNJ的网友说 完了 要被封杀了 10月4日 在大陆网站知乎上 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看新闻联播了 这一条提问及回答遭到删除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保存了知乎上 多名网友对于年轻人 为什么不再看新闻联播了的回答 新闻联播就是那个时长达30多分钟 但有用信息还没5分钟长的天气预报多的玩意吗 前25分钟伟大光明正确 后5分钟世界各国灾难 几十年只有一句真话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 不敢看 一切稳中向好 欣欣向荣 居民可支配收入 不停翻番 人人幸福的敢踢落泪 只有我拖了国家的后腿 所以羞愧至其不敢看了 其实 我觉得年轻人看新闻联播还是挺必要的 但必须学会自己进行总结归纳 打个比方 比如最近发现新闻联播 经常在放什么欧美是韩物价暴涨的新闻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 这说明国内物价马上要温和上涨了 看新闻要学会发现本质 别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网上曾流传 2011年4月 前中共总理朱荣基 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他谈到 自己退休后 每天吃完饭都会看七点钟的央视新闻联播 台下同学们都在议论 说 没想到朱荣基退休了 还那么关心国家大事 不料朱荣基又补了一句 我看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同学们被震住了 停顿十几秒后 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报道 10月1日 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 在法国法兰克福举行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德方牵头人林德纳 共同主持对话 近期 何立峰还代表了中方与美国 欧盟和法国展开重要的经济对话 外界注意到 何立峰已成为中共与多个发达经济体联系的关键人物 他在贸易方面的影响力比他的前任刘鹤更大 资深时事评论员王鹤四日队的Epoch Times表示 何立峰不像在西方留过学的刘鹤 只是个官僚 靠着习近平的思想一步步走的 跟习近平贴得很近 何立峰被指是习近平派系福建帮的一员 有媒体报道 1987年习近平与彭丽媛结婚时 何立峰是参加婚礼的一小群人之一 在习派福建帮中 除了何立峰是掌权人物之一 另一名掌权者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 去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将前总理李克强代表的一批团派领导人 排除出政治领导中心 以至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全部被习家军接管 但习派内部仍有派别 总理李强是浙江人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是福建人 分别代表了习派的不同势力 一个是浙江帮 一个是福建帮 作为中共总理的李强主管经济 原本第五号人物的蔡奇 主要分管党务和安全 但近来蔡奇职务越来越多 权力也越来越大 大有顶替李强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势头 今年5月底 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 任命蔡奇担任副主席 及多项职务于一身的他 令政治能见度大幅提升 而李强作为总理 其地位似乎在下降 今年6月 李强展开上任后首都外访 乘坐包机抵达柏林 相较于过去10年 前任总理李克强出访都是大专机 外交政策的消息称 虽然习近平在人事和政策决策方面 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内部认为 在幕后 与习近平结盟的干部网之间 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习家军中的福建帮和浙江帮 而福建帮一直在扩拳 蚕食浙江帮的地盘 在双方争夺地盘之际 李强家族丑闻在海外疯传 中原分析 李强的传闻可能是反习势力放风 以分化习家军 也不排除习家军内部互相拆台 李强当总理 习家军内部恐怕有不少人不服气 或许想按秦刚的模式搞他 旅要自由主义法学家袁洪斌此前也说 习的亲信正为了各自个人或团伙的力争斗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不可能消失 他认为中共内斗至少有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体制内有人试图挑战独裁者的最高权力 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 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权力独裁者下面的官员 相互之间为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利益 会发生极其激烈的内斗